這個看起來都非常的粗 所以就把它抹下去 通常不太粗鋒 讓字看起來渾厚 而且可以馬上的迅速的折回來 那因為這個字寫非常厚 所以中間縫隙並不太大 所以這樣看起來會比較緊密 點比較小了一點 然後右邊的一頁 低一點 撇過來以後 還是要靠近 中間縫隙還是很近 縫隙沒有你想像中來的大 所以字才會緊湊 縫隙如果照你想的 它就鬆了 尤其這些大書我在寫的時候 縫隙都比你想像中來的窄 拉動 左邊的左速 記得收回來 收回來是寫一個細細瘦瘦的 都有點弧度 都上來 都上來目的其實為了寫這裡 好 煞車以後 滑過來變中鋒 拉得非常長 那上面這裡習慣 它會扭轉一下 再撇 這個撇不會 不會特別長 撇比較短 點長撇短 然後這是一個平衡 平衡感的意思 所以拉得很長 而且後面稍微有點垂下來 壓下來的感覺 安 點 弓 用力的按下去 抹過來 煞車回來 點 變中鋒 戴一下 再用力的煞加上粗細 細的 稍微戴起來 點記得要稍微流動 有點拉動下來的感覺 弓 直 直這個點還蠻厚實的 按下去沒關係 其實它有點戴起來的感覺 然後這裡就比較靈動 靈動 中間的夾角很小 靈動完以後 那然後這裡面有點微微的飄盪 讓它看起來 自然的送出 將 左邊這個點斜下來 帶動上去以後 這個起筆稍微折一下 稍稍稍變比較中鋒 輕輕的挑起來 這個逆勢 逆上去的 每個字啊都有它的筆勢 筆勢會造成一些 效果 折 換下來 趙曼虎寫得非常熟練 所以那個筆勢早就了然於兇 沒有像我們在講解的時候好像慢慢來慢慢來沒有那一回事 它非常熟 壓下來以後 數鍋往右下折過來 整個送上去 它的勾斜的一項非常的挺勁 點 拉動 好 將 將 北 比較直中鋒 戴起來 按下去 出到細 按下去 出挑上去 按下去 出到出 戴上去 再細細瘦瘦比較長 細瘦比較中鋒 稍微戴一下 也是為了寫這一個 拉動壓下來一點點 北 行 翻過去帶回來 翻過去帶回來 比較短促 行降低一點拉動斜的 帶過來 細的到粗的滑上去又記得壓下來 然後樹溝要準備好 樹溝溝到這邊 筆勢略轉以後 跳出去 行 也也按下去以後 非常渾厚加點粗細折上去 然後兜下來以後這裡 帶上去 上面伸的不是很長 逆上去以後 又勾上去 上去以後再下來 這裡有翻折 有翻折 然後也形成一個像船 船的弧度 到最後 稍微彈起來以後再 勾上去 也 以 其筆折下來 逆上去 點 拉動下來 降低一點 撇得非常的平 這很特別 照目我特別喜歡這樣寫 不見得每個人這樣 照目我特別喜歡